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医生我们检查完毕了吗 我们检查完毕了 这只狗基本上的状况都很好 狗打预防针之前一定要确定狗在完全健康下才能打预防针 而且年龄至少六周龄以上 那你帮我报一下我来准备打预防针的工具 小狗最常见的传染病有主要是全温热跟肠病毒 还有其他像垢端螺旋体或腹瘤性感冒 所以我们为了预防检验 狗狗最重要就要打预防针来做预防 好 医生谢谢 狗狗打完预防针之后 医生会给我们一本小册子 里面有小狗的预防记录 而且我们必须在上面签名盖章已是负责 这样子小狗下次何时打预防针 要打哪一种疫苗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预防疫苗的注射可以降低疾病发生的几率 而且可以减少疾病所造成的伤害 只要我们每年定期替小狗进行预防固塞 就可以确保小狗的健康哦 等一下哦 还没还没 下一个小狗的健康 我可以帮你留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